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常常也会很错乱 因为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不过现在因为我们在台湾 我们看到大部分还是西方媒体给我们的资料 西方的这个情报资料 俄罗斯这边其实是相对少 对不对 相对少 那可能有些这个资料甚至是被封锁 包括俄罗斯什么Russia Today 这样的这个影音的平台也都被封锁了 台湾看得到 可是我们不能拿来使用 因为会被YouTube或是其他的 美国提供的网路平台给封杀 大概现在是这样的状况 那老师刚刚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讯息 包括我们也很惊讶的发现 在俄罗斯的这个国内 他们自己的人民其实是满团结的 是支持普京的这个军事行动 大概有七成左右 而且这个比例还在网上增加那么一点点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 现在西方国家当然要围堵普京 并且在经济上面要加重或加深 所谓的制裁的力道 我们来看看 这个当然普京也不是吃素的 他也有一些反制的行动 他今天就宣布要驱除美国外交官 那当然是因为美国也驱除了 来自克里姆林宫 来自这个普京这边 这个俄罗斯的外交官 那对俄罗斯不友善的名单 记得吗 有列了48个国家或地区 我们台湾也在列 他说你们这些人 这些国家 如果你要买我的天然气 你必须用卢布支付 我只收卢布 那美国现在不是在封锁吗 那如果你要继续买我的天然气 你就得用卢布来支付 这是在挑战美油原帝国吗 就是过去大家都用强势的货币 美元或是欧元来使用 现在你就得用我的卢布 如果你要买的话 另外我们来看看 不断在各国的国会用视讯演说的 泽伦斯基 他昨天在法国的国会视讯 他提出来说 你看看你们法国过去 有凡尔登战役 非常的惨烈 我们现在就正在经历 另外他也跟法国企业再度喊话说 你必须停止资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不然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老人都被这个战争机器给吞湿了 那法国能源巨部 他们有回应 他说现在你一时半刻叫我停购 俄国的天然气我办不到 因为如果我一旦停止使用 我的经济会遭受重大的挫折 这是法国能源部的说法 能源部的巨部说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 包括了这个能源部的执行长 这个是乌克兰能源部的执行长 他说不会为了报复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而停止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是法国的这个所谓的巨部 他说会让我们的经济停摆 这是刚刚他在一次重复的 来讲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欧洲 他们很大程度在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包括什么 天然气四成 原油两成七 煤炭将近50% 所以要进俄罗斯的能源 来重商普清 可是对欧洲国家来说 那也是在割他们的肉 包括你可以看到 这个密密麻麻的油管 红色的部分是天然气 包括了这个 你可以看到从俄罗斯的这个地方 通过了波兰通过乌克兰 输送到西方去 输送到欧盟去 是很多的 白洛斯因为有通过油管 还有天然气管 他每一年可以拿到俄罗斯 给他的5亿的通过费 这个叫做天然气的输送费 波兰可以拿到多少 大概台并140亿的输送费 乌克兰是560亿 这是一笔巨大的钱 所以波兰他们自己说 现在只要技术上允许 我乌克兰不会断掉 这个所谓俄罗斯天然气油管 因为你西方国家要用 所以你必须通过我波兰 通过我乌克兰 所以我不会断掉 尽管我的国土现在烽火连天 我也不会断俄罗斯的天然气 而且俄罗斯还以强势的货币 来支付乌克兰的过境费 什么意思 他会用美元 用欧元付我钱 打仗归打仗 可是该有的利益 我们也会拿 我们来看看 就非常的吊诡 包括了现在 这个欧盟 明天因为拜登已经在布鲁塞尔了 他会讨论说如何减少 欧洲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方法 可是欧盟国家讲了一万次说 我没有办法立即停止 我没有办法立刻找到替代的能源 那这个拜登的喊话到底有什么用呢 还是只是虚应故事 有人也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并不是断你的能源 那接下来在今年的年底 有一个G20会在印度尼西亚 在印尼举行 我们今天看到了 俄罗斯驻印尼的大使 已经说了普清会出席 普清会出席 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制裁普清 加入或者是出席G20 又是一个难题了 不太容易了 因为G20里面 美国没有办法操控所有的人 那有的国家他觉得 他还是要帮俄罗斯讲话 譬如要像中国大陆 那你也没有办法 我的感觉就是说 西欧国家他们是经过精打细算 也不能怪人家 因为你说你要买 不买俄国的天然气 它从哪里买 从美国买 你要有油管可以接得来吗 那没有去一化天然气 对不对 那一化天然气 不是你拿到码头就可以卸货 你要有那些设备 德国就是没有那个设备 他现在才开始要造那个设备 所以你要教他怎么办 那你就大家都停吹了 工厂关门 家里也不要烧菜烧饭了 这不可能 这个我想他们 西欧的国家人民都会支持 他们怎么办 转移这样的压力 因为这个总统 到处每天这样子讲 他们压力很大 那就给钱 给钱消灾 送武器给你 给钱给你 所以像英国就说 他要继续给更多的飞弹 就这个原因 我只想讲一下就是说 我认为普丁大家去想 普丁他可以做什么事 如果这个战况对他来讲 陷入胶着战 而且长远来看 对他不利益的时候会怎么样 他现在其实跟乌克兰 谈什么事也没有用 真正可以做主任 不是乌克兰的总统 对不对 是北约的国家 他很可能就说 要不然我就把油气全部切掉 他切断 他也拿不到钱 他拿不到钱没有错 但是他拿不到钱 反正他已经够倒霉了 穷兰已经饿 一天的肚子 跟饿两天差不多 可是你西欧这些国家 你没有食油跟天然气候 说你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 其实美国会很害怕 就是说你会不会发动化学战 用这个化学武器来攻击 你觉得普京会发动化学 他在叙利亚就用过了 叙利亚他们用的东西 他们认为一般认为是 俄国人提供给他们用的 过来就是他们也很害怕 就是说拜登政府直接一直在 要求私人气要注意 网路作战 因为俄国的网路作战的能力 非常强 他们花很多的精神 能力资源在这上面 他培养一大堆非常强的 将网军出来 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克林顿的太太选述那一次 他们就有网军出来 川普某种程度心里为什么要感谢人家 为什么要感谢俄国 他的网军早就已经揭露了 所以这个也怕 因为这个出来说 会把美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第三个才是所谓的 战术性核武的使用 真的没有办法说会不会这样做 也有可能 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 俄国没有能力吞下乌克兰这么大的地方 60万3000平方公里 几乎他也进不了 因为这么多次针飞弹 跟标枪飞弹等着你 你飞机也不敢飞上去 高空投胎也不见得投得准 你用飞弹打得也差不多 打了1000多枚飞弹了 所以可能也离开 就是回来 就是最近西方战略学者在讲的 他取乌冬 因为乌冬离他近 而且他本来就有强固的支持在那里 那两个独立出来的共和国 基本上就讲俄语了 然后克里米亚又可以照得住 离乌冬也不算太远 可是南部像奥迪萨这些 我认为他没有办法控游 他没有能力去开拓这么多的战场 我觉得他就是乌冬 要那两个独立的省扩大 包括把马力波给吃掉 就这样子 这个也可以交代 因为战争目标本来就不断的 要去修正的 自己制空拳的事情 我可以讲一下下了 我如果他现在没有全然拿下 没有全然拿下 有一个原因 标向飞弹 所以你的飞机不敢飞到5000公尺以下 因为你5000公尺以下 你就可能被打下来 而且非常的准 第二个乌克兰的空军 现在剩下的飞机不多 但是他们飞行人出来讲了 他们前一阵子都在西方国家接受训练 都在北约的其他国家接受训练 跟F-16跟F-15半飞 一起飞在进行训练 所以他们有相当的战绩的这样一个支持 不过最重要讲到最后 其实他还很小心 战争拖得越久 对乌克兰会越有利 什么原因 战场是最好的训练士兵的场所 你打得越久 越多的平民年轻人 就会成为有经验 有作战经验的勇士 原来他不是阿尼 他也可以 原来不是 可是你参加了战争战场以后 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一天两天三天后 他越来越熟悉战场的情况 他也知道该在什么地方 伏击二军 伏击二军的坦克 所以时间拖下 毕竟你是在你家的家里打仗 你不在你家里打仗 所以你拖得越久 对方的有经验 作战经验的士兵 越来越多的时候 对你就会不利 可是我们都不是普清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盘算 会不会他只是要拿乌冬就好 眼看着对他不利的战场 可是还有几个反制的手段 刚才委员也提到了 包括我有这么大的能源在手上 天然气 有没有可能就说我钱也不要了 我就把你天然气管给切断 这算是他的一个大武器吗 没有 他今天就赶在拜登到布鲁赛尔 之前宣布 说这些不友好的国家 以后买天然气都一律要用卢布 对 他就用这一招绝招 今天莫斯科股市重新开盘 一开盘就涨11% 他也是有招的 不是没招 我跟你讲欧洲进口天然气 平均是41% 德国是49% 我跟你讲几个国家更严重的 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斯洛伐克 波黑 100% 全部百分百 捷克99% 芬兰97% 匈牙利94% 波兰73% 意大利48% 立陶宛 立陶宛就最反俄罗斯的 43% 都是来自于俄罗斯 你怎么听 都是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你看人家法国 法国就比较有底气 它只有22% 为什么 因为它有核电 所以我就是讲白了 这个事情就是很现实 就是管线天然气 你怎么可能砍断 因为我们玉芳兄讲得很对 你以为液化天然气 想接就接 哪有这回事 然后另外一个 就石油出口 石油出口你要补 你要补那个缺口有多大 我们刚刚讲那种数字 你以为中东立刻 可以补你那个洞 那美国石油 能够提供那么大的洞 可是拜登说 他会在欧盟跟大家讨论 怎么样减少 我跟你讲 他今天去北 他不是去欧盟 他去北约 他讨论的议题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天然气大家没办法 至少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 我们做一点动作 这是第一个 你已经看到很多国家在作弊了 比如说法国 最大的企业叫TODAR 石化集团排名第一的 TODAR就说 我们年底12月就到期了 我们不续约 12月 英国也是 英国说我们年底就不再进了 12月 12月已经打完了 现在才3月 是吗 那第二个 第二个我觉得是比较实在 就是万一俄罗斯真的用到了生化武器 或者核武小当量的 对 怎么办 他们要提对岸 就是我们是要帮乌克兰给他一些 怎么准备 我不知道 也许防毒面具什么的 我不知道 还有另外 万一俄罗斯侵略外溢到乔治亚跟 波兰他们没有讨论 他们认为不可能 他们认为是摩尔多瓦跟乔治亚 就万一万一到这两个地方 该怎么办 对 因为如果是化武 或是包括核武 小型的核武一样 小当量的核武一样 你会扩散 对不对 那这些邻国的国家的人民 到底该怎么办 那已经变成一个人类的灾难了 观众朋友 刚才讲到说 全球的这个天然气的产量 或者是生产国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 比较颜色是咖啡色的 就是这个最大的生产国 包括俄罗斯 包括美国跟加拿大 这些国家是生产 天然气最重要的国家 它生产最多 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 完全拒绝他们 美国出去的都是液态天然气 管线天然气要接管 这个就是俄罗斯有 只有俄罗斯接管 加拿大到美国也有 可是就是俄罗斯通到欧洲 对 我们要讲的是因为 这个美加他当然不怕 美国加拿大他不怕 他自己有 那他就是禁绝俄罗斯 所以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的 背后所谓制裁的意义在于这里 请教赵老师 我想我跟观点是这样子 关于核武或是化学武器 我认为是不会在乌克兰用 为什么 因为俄国人把乌克兰当作自己人 说你怎么会在那个地方 用核武跟那个 可是他如果被逼击了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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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大原则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问题 那这次军事行动 那个叫那个Z 那就是为了自己人 就是我们把当自己人 这个今天只是家里 家里兄弟中间 可能有些问题 大家吵一架 那个不至于会动到用那个 所谓的核武跟 跟那个化学武器 特别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你想想看 那个两个国家兄弟 兄弟国家 那么长的历史渊源 那么有感情 那个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 彼此亲戚朋友 都是住在对面的 那你这个东西丢下去 那个那以后对俄国来说 那根本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那个伤透 尤其是那个从14年到现在 事实上乌东老百姓 是最痛苦的 因为他自己 他自己受到那个委屈 然后对面俄罗斯 那个那么多的那个好朋友 就是亲戚朋友 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强调一点 那个乌克兰的他的 那个国民生产毛 里面的10% 是乌克兰人到俄罗斯 去打工 那个计划的外汇 所产生的 所以如果说 现在讨论到 用那个所谓的 那个事实上是 核武或是化武 那个是有点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不老师还有一件事情 想要请教 包括现在乌克兰自己也说 他不会断掉 那个天然气的油管 会让他通过 而且他也照收 俄罗斯给他的钱 还是用美元收的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你都已经打成这样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断了 他的天然气的油管 就是还是那句话 心理上感情上 让你不能这样做 兄弟打架 该给你的还是要给你 因为以后还是兄弟 就是今天再怎么凶 那个你做 俄国方面就说 你做的那个不对的事情 改过了 大家还是一家人 所以如果说我真的很的话 老实说我就整个关掉就好了 可是你看北溪二号 见到整个过程中间 俄国从来没有说 我不再经过乌克兰 送气到到欧洲去 就是因为乌克兰需要那笔钱 那笔钱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乌克兰也需要那些 那些天然气 所以如果站在这个 这种的立场上来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 那个很多关于就是那个 很极端的 比较比较激烈一点的 那个言论 老实说那个不太可能 反而是 反而是乌克兰很多的 那个极端的右翼 公开在那个媒体上说 要连那个俄罗斯的小孩都要杀 就是俄国境内的 仇恨的 就是这种 这种言论 反而在乌克兰是 很多地方到处 到处都有 所以这中间的那个 讯息上和那个 情感上的平衡 我觉得 那个某种时候 还是要稍微的考虑